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45艘帆船来自16个国家 船级来自5个国家 今天是选手之业 我们特别用了一个台式版斗的方式 来宴请我们所有来自海内外的帆船选手们 金融市府不但要靠这一类的一个比赛 推广国际的观光 我们更希望能够把这种 很多很好的这种帆船文化带到当地来 那也希望打造更好的一个观光旅游的风景 跟更多的人来参观金融 最多船只的一次 所以是有史以来从1998年 办这个台流碑以来 其实是在睽違三年疫情后的第一次 帆船运动其实做好很多的准备 那我们包括在自己的装备上心态上 还有对待大自然的这个准备要做好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海图啊气象啊 甚至包括这个相关的港口的这个状况 都要做好准备 那这一次是睽違三年的台流碑帆船赛 这已经是亚洲第五大的帆船赛 这个场地还蛮合适的 气氛怎么样 对这个当然是很棒 因为这个环境都非常的漂亮 不过我觉得这个未来必杀鱼港的周边的 整个建制跟管理 跟未来有更多业者的投入 可以做得更好 金融市长谢国良和台流碑 台湾区钟明华主席 台流碑公古岛杜真立江博主席 一同向选手致意 祝福活动进行顺利一帆风顺 而这次的大会办手礼 是由副市长邱佩玲 特别安排引介的环保防晒乳 希望借此宣导保护海洋 爱护地球的理念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